挡住logo 你们能看出来这是一台什么车吗 截图山海 L9 说到山海呢 大家可能会有些陌生 山海是截图全新打造的新能源产品序列 而L9呢 则是它的第一款量产SUV 你看啊 从奇瑞的风云 截图山海 包括星图的星纪元 奇瑞今年真的是在新能源领域下功夫了 今天呢 跟我们一起看看这台山海L9 有哪些亮点呢 这台车呢 定位中型SUV 家庭大七座 你会发现 其实它的设计呢 跟截图以往的车型 设计上都不太一样 那它的尺寸呢 是跟X90 Plus差不多的 我们可以给它理解为是 插魂版的X90 Plus 那么这台车的同级竞品 比如比亚迪的唐迪MI 阿福的骁龙MAX 在尺寸上 山海L9更占优势 很多朋友第一眼看到它呀 会觉得它跟理想ONE的设计 有一点像 贯穿式的日行灯 大面积的曲型的隔山 那我觉得 其实相比于很多新智力的品牌来说 山海L9它的设计呢 会更加的保守一些 其实它没有放弃很多 之前在燃油车上面的设计语言 那你看它也是采用了很多这种 渐棱渐角的设计 其实很符合我们中式美学 对于这种气势啊 气派的理解 它也是采用了一个分体式的灯组 在下方的部分呢 还是给我们加入了这种比较宽的 这种银色的镀铬式条 整体来说呢 还是比较精致的 但是呢 又不失这种旗舰的气势 多幅式的铝合金轮骨 彰显豪华气质 4862毫米的车长 2850毫米的轴距 那它的座位呢 也是支持五座七座随心选择的 而且你们看这儿 这台车呢 也是支持整车和三变的终身质宝的 快充慢充口都在这个位置 而且呢 这台车是支持6.6千瓦的外放电功能的 你们看这里有一个小投影 我们来用脚踩一下 AR感应式后备箱 这样在我们手提重物的时候 这个功能就很方便了 打开之后呢 第三排座椅可以放倒 放倒之后呢 形成一个纯平的空间 那这台车无论是七个人乘坐 还是载物 它都有一个不错的空间表现 好 上车 内饰呢 采用一个比较古典的墨绿色的搭配 另外呢 它车内的很多这种金属质感的 都是采用的香槟金的配色 比如说它的这个logo 以及放上盘上面的装饰啊 还有音响边缘的这些 就是它这种墨绿跟金色的搭配呢 整体还是比较高雅的感觉 然后另外前方这一块中控屏是15.6英寸的 那它里面的系统呢 其实跟我们前几天试的旅行者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这边加入了纯电 有点就是一些关于这个驱动形式的选择 而且很直观 就在我们的这个一级界面上面 然后它的主页就是一个导航的设置 打开之后呢 就是一些应用程序了 那它的整个系统操作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在下方呢 这有一个无线充电 然后另外后面是两个下沉式的这种背拖 阻尼感呢 还是比较高级的 下方的这个储物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像我们女生啊 平时就可以把这个高跟鞋 坐下来放到这里 然后换上平地鞋 我们再去开车 那整个内饰 其实我们知道截图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性价比嘛 所以这台车呢 它整个配置上面给的也是比较足的 八个扬声器的索尼的音响 然后包括座椅的通风 加热以及腰托的功能 然后整个这个内饰坐进来 给我的感觉还是那种比较居家 比较舒服的感觉 座椅也是比较厚重的那一种 山海L9呢 它搭载的是奇瑞昆棚CBM混动系统 它使用的是1.5T混动专用发动机 那我们知道奇瑞其实在发动机的研发领域呢 一直是属于国内第一梯队的水平的 那这台车上面使用的这个1.5T混动专用发动机呢 发展到现在已经来到了第五代了 所以说它的技术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而且这个发动机 它的热效率能够高达44.5% 超越了很多市面上那种主流的发动机 所以它已经达到了一个行业领先的水平了 那么再来说一下它这个CBM这一套混动系统的原理啊 它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呢 也是以纯电优先的 P2 P3两个电机 但是呢 当我们需要强动力去输出的时候呢 它的发动机也是可以介入来辅助驱动的 那么这台车呢 它也是支持五种驱动模式 分别是纯电模式 串联模式 并联模式 驻车发电模式 还有一个能量回收的模式 另外啊 它的两档DHT呢 在它的效率的传输啊 以及它能耗方面的表现呢 也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新能源呢 已经成为了整个汽车行业的主流 那么上海L9的推出呢 也让我们看到了截图这个品牌 在新能源战略上面的方向和决心 其实在L9之后呢 L6也会很快推出 那截图呢 我们知道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亲民 以及具有性价比的品牌 那我们也期待啊 在未来的这个新能源市场中呢 截图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好的表现